今天给大家录一期关于怎么进行本地化部署这个deep seat 为什么要进行本地化部署呢 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遇到一些敏感次的时候 然后你使用网页端他他是不给你输出答案的 他就屏蔽掉了 如果你使用本地化部署的话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的使用的一些案例啊 你看这是我使用网页端的时候 我问他这个问题和预测2025年 关于中国经济重视政治的一些中美经济重视政治的一些动向 然后他其实他思考了有思考的过程 但是他最后给你不给你输出答案 我就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我上场数学代码逻辑的题目欢迎与我交流 但是我我们重新问一下这个问题 他其实是在思考的过程中 然后他也把思考逻辑都列出来了 但是最终他不会给出你的答案 我们看一下他的结果就知道了 你看他最后的结果是对不起 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这类网题 我上场数学代码逻辑题目欢迎与我交流 对吧 最后我刚才网 其实他有思考的过程 但是他不会给你输出答案 这个就非常烦人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如果我们完成本地化部署了 哎 你看这是我完成本地化部署的时候 本地化部署以后再本地化的结果 本地化访问 Deep6结果 他就可以完整的给你输出答案了 但这就是他最终的结果 这有总结 这你可以引用 这就是他完成本地化部署以后的效果 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我们去怎么样去 我们怎么样去本地化部署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说本地化部署需要的条件 这个主要是看电脑显卡的内存 就是如果你显卡内存大 你就可以下载一些比较 版本比较高的模型 他的一些参数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要是显卡比较小的话 就可以下载小的模型 迷你模型 因为我这个电脑是64G的这个标准 统一内存 所以我下载的版本还可以比较高 然后本地化部署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本地化部署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你可能需要这个科学上网 然后本地化的步骤 第一步就是部署 部署 要部署这个底层环境 然后我们可以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步骤贴到我的视频的这个说明栏里面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这个部署一步一步来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把大家装上了 然后我们到这个网址以后 我们下载这个 然后下载 下载以后 根据你的系统 我自己是MacOS 然后有Linux 还有Window 然后我们可以下载 把这个东西下载到桌面 下载到桌面以后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点下载 它在后代就开始下载了 我的网速还可以 然后十几秒就下载完了 下载完以后 你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安装的过程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和普通软件安装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安装完以后 我就不安装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完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就是打开 把这个程序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顶上看到有一个小图标 这个就表示打开了 然后打开这有一个 你点一下 它有个quick 好了吗 你肯定是不要退出 你要保持它在后天运行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第二步 就是把它安装完成 我们看第二步第二步是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这个插件可以调用 调用本地的GPU 这我提供了网址 大家直接去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个 page assist 然后本地模型的外边有一个UI 然后你把这个直接把它安装到你的插件来 安装到你的插件来以后就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固定上固定到这个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固定到这个上面以后 然后然后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我们就要安装这个 Deep Seek R1模型 这个版本 R1模型版本了 因为它提供了 我在网上 我在官网上 它的官网上 脚内向 它提供了几个版本 像你要是写 显卡内存 小于4G的 你就抓这个1.5B的 如果你要显卡内存 大概在8G左右的 你抓7B的 如果显卡内存 你在12G的 然后你就抓8B的 然后如果你要是显卡内存在2412-24G 你可以抓14B的 因为我自己是那个64G的这个显卡 然后我抓的是32B的 然后如果你要是比比你的显卡内存更大 我们知道像苹果还有128G的 你可以抓7B的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这个Deep Seek 这个R1模型主要还是要调用GPU 所以主要看你的显卡 大家要根据自己电脑料理而行 但是它就算是这个1.5B的 它使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第三步 我们要想怎么装这个Deep Seek R1 这个是 这下面 这下面对应了模型版本 下面有代码 就allamaranDeep Seek R1 然后冒合1.5B 你把这个代码复制上 复制上 然后到你的电脑 然后到比如苹果电脑 command command 叫空格键 然后调除终端 调除终端的 调除终端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我就不安装了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 我也可以安装一下 我比如说我把这个好了吗 我抓一个1.5B的吧 我再抓一个1.5B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到 用下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一点确认 你点击确认以后 然后他这 你看他这在在进行 呃 网上搜索 搜索完以后 他就读进入条了 就下载到你的本地电脑了 然后我们就不看这个了 因为我已经装了一个32B和一个70B的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你把这个装完以后 其实这个基本就全部装完了 其实就红一几步 第一步装allam 第二步装这个插件 装浏览器插件 第三步是装这个Deep Seek R1模型 装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浏览器了 回到我们浏览器以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刚才抓的这个插件 打开这个插件以后 我们可以在后台看到allam正在运行 然后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我们选择一个模型 因为我自己抓了一个32B的 抓了一个70B的 我们就用32B的就可以了 抓一个32B的就可以 我们把这个选择 然后我们进行要有一个简单的设置 因为你进了设置里面 这有个一般设置 一般设置里面 我们要更改一下语言 就是可能如果你要是中国大陆的话 你要比如说你要 你可以选择普通话 香港粤语言都可以选 然后再下来这个语言要改一下 然后搜索引擎 这里面可以选择谷歌和Duck Duck Go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 这有一个可以选择文本转语音 这个这个浏览器TTS 用浏览器的TTS 也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这个 选择一个语音 就不一样的语音 然后我按了一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是这个RIG 这个要设计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本切入模型里面 也要选择一呃Deep Seek开始32B还是70B 我选择32B就可以了 然后同样保充就行了 保充以后我们就回到新聊天就可以了 回到新聊天我们可以问他同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在网页的他不给我答案这个问题 我把它复制下来 我把它复制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绑地化部署以后 我们点击 点击一些 点击确认 然后我们提交 这个绑地化部署完以后 我自己的测试结果是 他感觉比较慢 他需要一段时间思考 我现在这个是没有联网 我们也可以把它联网 搜索互联网 然后把这个打开也可以 我们一会可以设试一下 他思考了36秒 然后他开始给出答案了 他在用心的时候 我能听到我电脑的风扇在 在使劲的工作 因为我这个电脑 平常正常情况下 他风扇是不怎么启动的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在麦克风里 能不能听到我电脑的风扇 明显的就风扇在工作了 但是对GPU的调用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 搜索互联网 同样的问题 我们再问一遍 他现在就是在连接网络的 他这个反应时间是比较长的 因为最近可能访问人数太多了 最近好像 可能之前出现过很多次崩溃 就是你一望他 他就连接不上服务器 尤其是联网的时候 如果不联网 他影响不到 但是联网的时候 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思考了43秒钟 然后他开始给出答案了 我能听到我的电脑 风扇在使劲的用作 而且温度比平时也要上升个一两度 还好这个电脑 他的这个风扇还是比较给力的 好 他就他就回答完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 本地化部署的一个思路和方案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就让大家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点赞订阅收藏 好 拜拜